這部電影 你覺得那裡有什麼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我先講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不一定是不好 我覺得是有點突兀的 所以我就想請教一下你 中概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一些好像男主角那麼厲害的人? 在心思熟慮 一環扣一環 哄你落搭 之後就無論如何 你都是仆街的 哎 屌你老母這些drama 哪有這麼厲害的人? 這個為什麼我告訴你他是drama呢? 你知不知道呢? 之前中國就出了幾個很惡劣的 企業高層的惡鬥 其中一個是當當 什麼搶任 打架 接著封門這些東西 這些才是最真實的 為什麼呢? 就好像我說的那樣子 好像我老闆那種級別的人 屌你老母每天早上八點鐘開會 開到晚上凌晨1點 我哪有時間去考慮啊? 屌你老母如果真的要跟你對抗 要不就忍氣吞聲 要不就兜口兜妙去屌尺你 你老母想想一想 什麼想啊 你老母 我昨天想 你說1點鐘要下班 8點就打卡上班了 睡都不夠睡了 多叫 我可以留下老闆包 以我們查看那些報告 那時候我聽說 這個不是我沒有親眼看到 是他的親信跟他的開會 他當時要向楊慧嚴去report 我們這個子公司的整個品牌升級計劃 或者品牌戰略 怎麼去推出品牌戰略 但是他因為做品牌最熟悉的人 其實是廣告公司的人 如果是從公司出來的 是廣告公司的人比較熟悉 企業裡面當然是你做品牌的人最熟悉 他不是 他是做你整個企業架構的規劃的人 他就不懂這些東西 做出來的東西就想當然了 就靠他一些很了得的bullshit的功夫 做了PPT出來 他本人肯定邏輯肯定厲害 因為你從戰略諮商公司出來的人 自尊生日比較強 人家其實都不是叫他 是提意見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大家跟你沒有理會 衝突沒有必要吵你 我聽我的同事說 就是他的親信說 他直至是哪個人對吵 跟誰對吵 跟提意見的人對吵 是啊 哪有這麼多時間跟你去運籌為禍 一環來一環去設計人心 你想一下 那間公司天天都在港銭上走的 你在港銭上有沒有可能去運籌為禍 不是 他有舅舅頂住的 之前錢是他舅舅頂回來的 就是他還沒什麼時候 肯定沒有這些時間 告訴他 反正我是沒有見過有社畜 可以做到這麼有空 他不是社畜 他是屬於高級社畜 叫頂級社畜 哪些人有可能可以做這些事情呢? 後來董事長的副議代助理 那種人就有機會去想這些事情了 因為那些真的有空有時間 只要你正常人上班 哪有些時間呢? 沒有人有空的 中國其實 無論你是打工也好 無論你是做生意也好 無論你是做醫生也好 什麼都好 哪怕你現在好像中國 哪怕你做官都好 你都沒有時間搞這麼多這些事情的 好像現在的官那樣 我聽我朋友說 你媽媽 最好升到副儲卡算不算了 你媽媽 再往上升了 你媽媽 你升到儲卡月2007 做事做到2007 你還哪有時間去想起 那些電視劇裡面那些 我怎麼裝你呢?我怎麼攻擊你呢? 沒有時間的 你媽媽 你天天都在做事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那個男主角的位置 他是一間建築公司的第二把手 他理論上下面的事情 他可以請多些人來做的 只要你是請那個人可以帶來更加多的生產力 賺更多的錢 那就沒問題了 就可以請人的 只要他想令自己沒那麼忙的話 但是呢 現實生活中是無可能發生的 尤其是在小公司 因為我想省錢 我想增加那個利率 第一個部分就是切人手 除了那些初創公司 因為拿了太多錢回來都不知道怎麼花好 他們會請更加多的人 但是傳統行業的話 中國是無可能超偏齊 一般都是一個人 或者是兩個人做三個人 我意思是說 你可以請人來做你現在做的事 你專心去量度 你剛才說沒有時間去量度 那他們的策略這麼重要 那他們全部都可以重要 所以我就說這些是drama 而在生活中沒有人會這樣 因為你做企業的話 或者你做管理的人 我以前正好大學畢業 或者還沒讀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做管理的人其實是很空閒的 越往上老闆就越空閒 但是等到你去做事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其實老闆是最忙的 老闆是真的最忙的 老闆已經是忙到就是 我現在企業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質疑的 都沒有時間去想 想到這麼厲害的事情 一般都是想到這件事 可以拖著舌頭 你想不到就去吧 因為你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要看那些數據 看回你的分析報告 你看報告 看數據你都要時間的 不是你的領域說是什麼數就什麼數 你的領域說是什麼結論就什麼結論的 所以這種情況 我是沒見過 我是沒見過這麼在空閒的老闆 有 我以前的老闆 我以前是APSOS的老闆 但是別人叫他幫我起了個名字 叫南北雙肺 他之所以這麼在空閒因為他夠快 他都不會拿一些想法出來 都不會 他有一條毛的策略嗎 你問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之所以在那裡吠在那裡 因為他爸爸是上氣集團的 反正不是主席還是聯席主席 就是去鄰岡做主席的那一條黑路 那上氣集團給了很多單給這家公司呢 接著就給了很多項目給我們公司做 有多少項目可以一家公司 你想想上氣集團有多少部車 但是你不是只是做車嗎 你公司只是做一件事嗎 我們那個是汽車事業部嘛 我們只是做汽車的嘛 上氣大眾 上氣通融 上氣榮威那個 你想想那裡有多少部車 還有上氣斯沃達 那裡你媽在達達說40部車肯定有了 一部車佔你們那間分公司的業務多少%呢 肯定過五成 絕對過五成 我們原始都以為是老闆的老闆 是上氣集團的 後來原來是我老闆的老闆 是上氣集團的 我心想你媽的老闆這麼厲害的老闆這麼厲害的 只是你媽的會跑馬拉松含蟲 跑馬拉松含蟲都出來了 沒有啊 他老闆也不一定是我厲害的 他坐到這個位置 可能是靠別的東西的 我坐的那個位置一般就不會試的 因為那個位置大家都想坐的 反正我以前的客人都幫我起了一個名字 南北相費他是南費 那個北費好像是 在上海那裡就好像又是 家裡有關係又是碼著另外一個機頭的客人 所以就挺好幫我們以前的公司 就是我們的事業部 汽車事業部 是帶來了很多生意的 真的靠自己本事做回來的生意是很害怕的 也有的 不過就真的是 想靠夠出糧就問水 就好像我們以前在廣州做的那些行業 就問水夠出糧 沒有利潤可言的 沒有辦法比公司帶來更多的利潤 那個時候後來我的同事告訴我 只想我們廣州的分公司可以生存下去 原來是靠我 因為我做了足夠多上海的項目 所以拉高了我們廣州的分公司部門的營營額 我覺得那部劇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那間公司可以把男主角混在那裡 審在他 搞到好像紀委那樣 那沒有人知道就可以了 你問人家的房間 我會報警把你拘捕了 你關我 那你們兩個保安站在旁邊 你不讓我走嗎 我還不告你 沒有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其他我覺得都很合理的 已經是好看過很多我在中國 在中國的連續劇 他應該是數一數二好看的 他這齣戲呢 究竟結局是一個 怎麼說呢 他不是完全是一個結局來的 是啊 他有沒有下一集呢 可能拍不到下一集 應該拍不到下一集 地產已經封了街了 怎麼拍呢 再拍就是在拍 四十六月 再拍就是在公司倒閉了 是啊 其實我覺得他的結局 是雖然有一些 因為他後面是講到紅梅的變化 嗯 你覺得很壞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事主管 可以住你這麼漂亮的公園 不是啊 他的意思不是就是 他爆了 是啊 拍得這麼合促的 你這麼一張圖 不應該可以直接上來 生你鐵條都抄啊 應該是這樣才對嘛 不過我猜他應該被包了 我猜他應該被包了 是啊 都離婚了 應該被包了 但是他有沒有說到 他的改革有沒有成功啊 所以說按正常的邏輯 這個不是一個完整的結局 是啊 包括那些男女主角 最主要是否在一起呢 是啊 都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經費不夠 早就已經拍了四十集了 忘了一集 再拍你媽媽又要拍多 你媽媽你多拍多少集好啊 不過其實他拍四十集來說 他的節奏已經不算慢了 其實他有三個故事線 一個就是 沒有是兩個還是三個故事線 幾個分段的 第一個就是 他生存 生存 你是誰啊 你說他是誰啊 孫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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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黎自己 一個就是那個男主角 他和他 阿索 救苦的嘛 還有韓國和他兒子打機 我是楊女孩子的 永遠都在打機 沒有事無刻都是打機 我看到兩次他不在那裡打機 沒有在那裡打機 第一次就是他追上車 追上車 追上女孩子的那時候 他都在打機 玩了手機遊戲 我摸你 唯一就是 自助餐廳吃飯 那個時候沒有打機 但是自助餐廳吃完飯之後 回到第一件事也是打機 接著追他女孩子的時候 都是在打機的 打完機 一見老婆走了 你老婆馬上躲在那裡 已經去追他老婆 所以我就說 他究竟的職業是不是打機 你想想他的職業就是打機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他等他女孩子的時候 就說 哎呀你不要叫人家搞不定 他不是我去客戶那裡 一夜就搞定了 好像是服務器 應該都是做IT的